脱骨烤翅所需要的原料有 鸡中翅 胡萝卜 蟹味菇和洋葱 它的调料是 盐 五香粉 黑胡椒碎 蚝油和蜂蜜 为什么我们发现 今天这个脱骨烤翅 和平时的烤翅不大一样 你看比如说我们用了这个是 蟹味菇 没错 怎么用它呢 在今天这道菜里面 待会我们就知道了是不是 待会我们就知道了 现在不能揭晓答案 可以耐心地看 对 那今天的颜材料 大家看过来 那这个搭配 真的是极佳的组合 那鸡肉呢 我们和蘑菇搭配在一起 那它的这个味道呢 会互相地提升起来 非常的鲜美 那胡萝卜呢 和鸡肉类呢 搭配在一起 它的这个营养很丰富啊 很利于这个吸收 人体的吸收 是不是很棒 那今天这道菜做起来 真的是很好吃 很棒的 吃起来的全都是营养健康 好 以后就可以把营养和健康 吃到肚子里了 所以呢 这会儿的时间我迫不及待 要跟着你来学 来 我们先说什么 好 今天的这道菜呢 既然是铁板销式的做法 那一定呢 用一个什么呢 能当铁板 这个来用的这个平底锅啊 那好 那我们首先呢 就把这个锅呢 锅盖打开 看一下平底锅 汗的收热非常经营 可以当铁板来用啊 把这个火打开 我们平常会用到这个烧烤锅 把火打开 然后呢 让锅子事先的预热 我们就把锅盖盖上 把这个锅底烧的 热热的 待会儿我们来用 好不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材料 那这个鸡 中斥啊 我们买回来之后呢 把中间的这个骨头已经去掉了 可以当说脱胎换骨嘛 对 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看到了吗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好 那现在做什么呢 我们要进行腌制 大家看到了 前面呢 有这些调味料 其实将其叫大家做菜 是很简单的 不分先后顺息 就是把这些调味料 全都放到这个鸡翅里边 给它腌制一下 好 我们用到了呢 蚝油 放一点 嗯 然后呢 蜂蜜 放一点 让它呢 变得甜蜜蜜的感觉 啊 好 还有五香粉 稍微一点点 好 还有黑胡椒碎 这个黑胡椒碎呢 在西餐里边经常会用到 那它的味道呢 有一点刺激 但是呢 真的那个味道 那个香味是很特别的 很好吃的啊 就每次闻到 那个黑胡椒味道 会觉得很开胃 就让你很想把那个肉 也赶紧吃到肚子里去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盐巴 放进去啊 然后用一次性手套呢 我们给它揉一下 进行一次腌制 揉一揉 很简单啊 就是把五种调料 放进去 然后抓一抓 让它入味就行了 对 我们把骨头弄掉以后 是更有利于待会儿吃呢 还是说这里面 还有什么内容 有内容的 那我们要把这个 蘑菇 还有手里边这个洋葱 胡萝卜条 我们要酿进去 和这个鸡翅呢 一起来烤制 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的 真是 那种鸡翅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看鸡翅 我们平时都比较懒懒懒 人才能就是把鸡翅 整个直接放锅里进行烤制 那里头加进一些 这种鸡翅是什么了 优优独立绘 你担心